我上飞,说那加倍急增,今天就是西等,无论那个season, I'm okay, so don't be that, let's go away 成峰2024前四位选手的人气排行榜也公布了,正如MV中所展示的那样 这一期节目中,所有想要捧的姐姐们,以及即将成为冠军的姐姐们 都会在之前的表演中展现出自己的人气 刘欣是一人中最受欢迎的,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 二人中,人气最高的是七威,这一次公布名次,就有了她勇敢的一步 你们也可以想象,二公和七威他们的表现,并不像网友们所说的那样 他们拿到了冠军,因为他们的成绩并不是很好 所以他们的人气并不是观众的投票,而是由节目组来决定的 于是,七威在三公中,还启动了自己的第二个组合 选择了刘欣、陈丽君这两个当红明星,连续进行了两次表演 三公中,陈丽君最受欢迎,陈丽君不负众望 获得了三公中最受欢迎的一位 不过因为他是乘风小队的一员,并没有作为队长来使用第二小队 再然后,就是陈浩宇,陈浩宇凭借着自己的名气 成立了第二个陈丰团,直到五个公会都没有解散 四位评委中,以和杰最受欢迎 了解了这一届的比赛之后,就会发现 这一届的人气榜非常重要,而且是越来越重要 陈丰一队和陈丰二队只是一个幌子 武功的陈丰一队和陈丰二队才是最关键的 这也就意味着,谁才是最受欢迎的队伍 谁才是最受欢迎的 很明显,这一次的排名是由和杰来决定的 和杰将会成为第二支队伍的队长 也就是第三支队伍,也就是最后一支队伍的队长 要知道,每一届的浪姐冠军都是前任的队长 如果连队长都当不上,自然也就没有机会拿到冠军 如果是三方势力,那么三个人中肯定会有一个人拿到第一 而随着四场比赛的结束,所有人都知道,和杰将会是最大的胜利者 他将会是五个人中的一个 一开始就拿到了最高人气的刘欣,现在已经调到了第九位 从现场的观众和论坛上的讨论来看,刘欣的粉丝绝对能排进前三 不过,四功能排在第九,显然是有水分的 四位评委的人气值分别是 何杰、陈浩宇、七威、尚文杰、陈立军、萨鼎鼎、元亚为七、郭碧亭第八、刘欣九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榜单怎么看 武功之中,最受欢迎的就是他们了 《乘封2024》中,韩雪与乔伊斯凭借深厚经验舞台,赢得第一名 韩雪虽遭吐槽,但展现出色业务能力,获得专业认可 节目播出后,网友评价逐渐转好,期待韩雪未来表现 在《乘封2024》最新一期节目中,姐姐们完成第二轮舞台公演 韩雪和乔伊斯不负众望拿下第一名 但让大家没想到的是,网上还有很多人吐槽韩雪 承认韩雪优秀很难吗? 其实,她选择远离原来组员是正确的 各位读者,你们发现了吗? 本文所有图片,全部来自网络 感谢原作者,如侵犯您的权利,请联系本号作者删除 图片与内容无关,请勿对号入座 第二轮舞台公演开始组队前 节目组先发出歌曲名单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首歌曲是二人曲目 在《乘封2024》的舞台上,表演二人曲目是不占优势的 想要凭借舞台成功出圈,绝对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而韩雪和乔伊斯率先选择身后 最初网友们是不看好韩雪搭档乔伊斯的 但第二轮小考的时候,他们却凭借出色的表现 成功拿下考核第一名,而韩雪也获得演唱隐形纪念的资格 并成功赢得二十胜峰值 当韩雪和乔伊斯登台表演身后的时候 很多观众都被他们的完美演艺惊艳到了 这首歌曲还没表演完,很多姐姐都流下眼泪 陈浩宇表示,这首歌曲的推动力很强 随后身后听哭了话题,也登上热搜,引起网友们的关注 看到韩雪参与录制《乘峰2024》的时候 网友就忍不住问,他为什么来参加 因为韩雪是一名演员,但节目播出后 很多网友就发现韩雪唱歌很好听 但在第一轮舞台公演中,韩雪想要挑战唱跳 所以他选择和解组合 看到正片播出的内容后,韩雪再次引起争议 当时韩雪表示,我可能比你们大一些 周扬青表示,没大多少,不要在这边以老卖老 这段视频出现,有些网友认为韩雪被周扬青对了 但如果仔细思考会发现,周扬青应该和韩雪关系还是不错的 他们两人的对话只是在开玩笑 结果却被网友们直接放大 紧接着,韩雪在厨房洗头也引起关注 幸好范田田在采访中表示 录制节目的时候连上厕所都要抢 大家才明白,韩雪在厨房洗头只是想节省时间 看到身后的成风值超高陈丽君组合后 大部分网友都是认为实至名归 因为就算他们不加迎来的20胜风值也可以获得第一名 其实,在第一轮舞台公演前 大家关注的都是韩雪的各种行为 而忽略韩雪的业务能力 但他选择和乔伊斯组队 韩雪发挥自己的英文优势 两人完全可以正常交流 在选择宿舍的时候 他也没和之前的队友住在一起 而是选择好孙夏琳、郑妮可等姐姐住在一起 在练习的过程中 尚文杰、李佳格跑过来看韩雪和乔伊斯练习 对他们做出极高的评价 也就是说,韩雪的业务能力得到专业歌手的认可 从目前的情况上看 韩雪来参加成风2024确实是想不断地挑战自己 相信她的优秀会慢慢地被更多人看到 而本期节目播出后 节目组放出她和乔伊斯养生的日常 网友们对她的评价也慢慢变好 果然,还是要长时间观察一个人 才会发现对方是否优秀 近年来,综艺节目已经成为了观众们 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在这个领域里 浪捷舞似乎成为了一股清流 与以往不同的是 本季节目将焦点转向了整个集体 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集体努力风格 然而,这种转变并非一帆风顺 而是伴随着观众期待的调整 参与者命运的起伏 以及一场意想不到的而来的 在过往的综艺节目中 观众们往往聚焦在个别参赛选手的表现上 他们或是已经成名的前辈 或是意外斩露头角的黑马 而本季浪捷的舞台 则呈现出了一种全新的氛围 集体的努力和协作成为了主旋律 这种转变引发了不少讨论 有人认为这样的节目模式缺乏亮点 有人则认为这是对传统模式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然而无论是何种评价 浪捷舞在选曲和表演方面都保持着高水准 每一次的舞台表演都充满着感染力 让观众们感受到了 节目制作团队的用心和选手们的实力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观众们的期待也在悄然变化 他们开始期待更多个性和实力的展现 而不只是简单的集体努力 与此同时 参与节目的选手们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他们渴望借助这个舞台获得关注 但大多数人往往成为了节目中的炮灰 短时间内展现个性和实力 成为了他们面临的挑战 这种竞争激烈的环境 使得他们不得不在舞台上全力以赴 却也使得他们的命运变得脆弱而不确定 然而 就在这个看似平静的舞台背后 隐藏着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暴 一向出人意料的正在酝酿之中 或许就在不经意间 观众们将会被带入一场 前所未有的综艺节目风波之中 这场风暴即将来临 而它的涟漪 势必会影响着整个综艺界的格局 正如历史上的一些综艺节目一样 浪劫舞或许也将因为这场风暴 而成为了话题的中心 无论是参与者的命运 还是节目的走向 都将因此而发生改变 这场风暴的到来 或许是综艺界的一次洗牌 也是观众们对于节目内容和形式的重新审视 在这样一个充满变数的时刻 无论是观众还是制作方 都需要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 或许 浪劫舞将成为综艺界的一次转折点 引领着未来节目发展的新方向 而这场风暴 也将为我们带来全新的思考和探索 请不吝点赞 订阅